好 这道考题呢 其实是有两个选项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难度啊 其他都还好 题目里面主语呢 是这个energy啊 这个前面呢 这个有一个75%off 这其实是一个数词 像咱们看到那些 比如上thousandthoff啊 包括hundredthoff啊 这些其实都相当于数词 真正的核心主语还是这个词啊 这个可能跟一般的off不太一样 一般的off可能就是说 前面是核心思 后面是修饰嘛 这里面其实后面反而是核心 前面数词的话 那就不是核心了 它是足语 很好是个定语嘛 过去分词短语当定语啊 修饰前面的energy啊 又生产于法国的这个能量 那未动词drive from啊 来自于边语是核能啊 这个等于是说 生产于法国的75%的这个能量 来自于啊核能 while 这while是个连词啊 身后可以表转折 可以表同时啊 while in Germany 就是壮语啊 里面的壮语在德国 那这个it 呃出现it以后 它会指代身前的一个单数的名词 这里面它明显就指这个energy啊 所以表示的是 呃这个energy是仅仅是33% 好要注意一点 这个it呢 这个代词叫做啊 啊 中文叫同物指代 什么叫同物指代呢 意思就是说 我会指代前面出现过的名词 呃 那包括这个名词 身后所有的定语 就是这个名词的本身吧 同物同一个物体 对吧 像dose 或者dat 它可以表异物指代 所谓异物就是 我可以指跟它长一样的东西 但不是它本身 那但这里面 it同物指代 只能指前面energy 那所以变成了说 这个energy啊 那么是生产于法国的能量 是仅仅33% 那这很明显不对 因为不可能说在德国里面 法国能量会怎么样 意思肯定不对啊 所以a是不对的啊 看b选项 b的话呢 这个前面还是一样啊 说它来最合能 那compared to Germany 这里面等于是一个 呃 可以当伴随 可以当定语啊 要过去分词短语 那这个的话 不管你是伴随还是定语 它都是 要么就是energy 对吧 要么是注意是energy 要么就是这个合能 但不管谁 都不能和德国去比 对不对 因为怎么也是跟德国的能量比 才可以接受啊 所以b看那也不对 看c c的话呢 前面都是一样 主为宾 后面呢 vers这个连词啊 身后等于相当于 带了一个 呃 装语从具 主语呢 是nuclear power啊 核能 动作呢 是占据啊 仅仅有33% of the energy produced in Germany 这里面意思是说 占据 呃 33%的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呢 是生产于这个德国的啊 做定语啊 来修饰前面的energy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意思上可以接受 所以c先保留 看4D 一样是个连词啊 主语还是energy啊 动作是come from 来自于啊 nuclear power啊 in Germany 这是一个壮语 描述这个come from的 这块啊 这个4D看着也还行 那你要注意 4D这一块 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d energy 你要注意 当你单独出现一个定观词 泽的时候 它表示 它指的是在前面出现过的 那个energy 所以我们管泽 叫定观词 对吧 那所以如果像4D所写的话 意思 它字面意思是说 33%的生产于法国的能量 是来自于在德国里的核能的 那这很明显啊 是不合逻辑的 对吧 那为什么c里面也有泽 它就不是指前面出现过的 那个energy呢 那很简单 因为它身后呀 还跟了一个定语 那如果你身后跟一个定语的话 这个泽可能只是为了定前面 这个energy的 可能跟啊 身后这个 跟前的这个 预精里面出现过的能量 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要注意啊 如果单独出现d 加上一个名词 那就指前句中啊 出现过的这个词 如果说 它身后还有个定语的话 那这个字就不必要 非要去前面找了 可能就是为了定后面这个 这个定语的啊 所以啊 这个d呢 是不对的 无意选项 这个问题 其实跟刚才s的rb差不多啊 这compile with energy from nuclear power in Germany 这还行啊 其实还可以啊 表示我是伴随嘛 它主语是energy 还能错误接受 但是呢 它后面这个 这个肯定就不太合乎逻辑了 where呢 是一个定语从据啊 去修饰这个德国 那倒也行 语法上 但是你说这个 在德国里啊 这个能量仅仅是33 那这个其实意思上 也不是很合逻辑啊 整个局面越要乱 所以呢 答案选的应该是3C选项啊 呃 这道题呢 其实它的特点上就比较鲜明啊 是一种我们之前有题里也出现过的一种考法 就是一个考你同文语从据和一个呃 定语的一个变化啊 咱们先看主语 主语是这个呃 零售对吧 那动作是上升上升了多少呢 身后是宾语了 大概就是反正多少% 呃 然后那么intesifying expectation 这其实是一个伴随了 逗号加都应一定是伴随啊 咱们也反复强调过 伴随是一个简化过的状语从据啊 所以它的主语呢 跟他所修饰那句话的主语一样 就是这个retail sales啊 这个sales呢 强化这么一个期望 好 整个的划线部分一看 哎 在这个抽象名词身后 如果给了一个代表从据的话 那么基本上啊 这就是应该是一个叫同位于从据啊 如果说你这个创业名词 在同在这个从据里面啊 且不做任何的成分啊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同位于从据 那同位于从据呢 它表示先行词的一个内容 这里面指的就是这个期望的一个内容啊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个人的花费啊 就是在7月到9月啊 这个季度之间的个人花费 动作呢 是超过啊 超过了一个啊 多少的一个growth rate 好 那这个data如果这么写呢 可能只能指这个spending了 对吧 意思是personal spending啊 超过了一个这个啊 personal spending的一个什么1.47的rate 好 那么看起来还行 但你要注意 你要把这个句子看全 说8.4%的growth rate in personal spending 这块还有一个呢 看到了吧 所以呢这个double呢 肯定不是spending double spending对吧 应该是说这个spending double了一个比率才对啊 而且后面还写了是哪的比率 这个代表呢 更不能指这个spending啊 所以a呢 其实语义上肯定有问题啊 虽然语法上可以接受 但意思上肯定不对 b的话依然是同位于从据 说这个spending呢 会double啊 这是动词 这是主语啊 这个spending啊 会double啊 这个rate in spending啊 这是可以接受的啊 这是后面是b语啊 所以b呢 可以先暂时多保留 3c选项 如果你带回文章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 如果是像c这么写 那等于这个 expectation 后面就不再是一个同位于从据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off的所有格短语 做定语 用来修饰这个 expectation了 所以那off是个借词嘛 身后真正做期望的一个定语的 就只剩下一个词就是个人花费 等于它变成意思 字面意思是说 那这个retile sales呢 它强调了一个呃 个人花费 它所拥有的一个期望 那因为这个off所有格嘛 一般做定语表示拥有的关系嘛 比如说legs of table啊 就是桌子的腿嘛 表示的是后者 就是spending 拥有前者嘛 这肯定意思是不对的 个人花费不可能拥有这个期望嘛 肯定是后面讲说个人花费将会是达到什么 1.4的百分比的一个增长率 那很明显应该是啊 这个期望的一个内容嘛 我期望的事是这件事 对不对 那所以用这个定语可能也不对啊 c不对 d跟c一样 e跟c一样 后面可能还有一些问题 咱们就先不用管它了 咱们有个基本原则 在解题说为了快为了准 叫看大不看小 对吧 如果主具本身已经具有了这个成分差异的话 就不用关心从具的一个概念和感觉了啊 所以答案呢 选择是2B选项 总的来说 这个题其实并不难 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题 需要你积累的一个知识点呢 就是说你需要知道 同外语和定语他们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是考试里面会经常会有的 把他们两个定义记住 定语是描述名词特征的 off的所有格表所属关系 而戴子引导这个就这个这里面啊 如果先行词在从具里面不承担任何成分的话 叫同外语从具啊 关于这个同外语从具的基本概念 你也可以去翻翻看我们之前的一些公开课呀 这里也讲过这个基本的道理啊 那所以你要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 这就是说当现象词是抽象名词啊 且在从具里面不做任何成分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同外语从具啊 好 呃这个题就属于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一类题了啊 整个的在题杆里面的信息比较多 而且呢 你需要更好的去判断成分 呃不然的话就容易出现乱的这个现象 好 主语呢 是科学家 要边读成分 边读意思 把句子的一个字面场景先够点清楚啊 科学家呢 他呢 这个识别为动词啊 边语呢 是一个行星啊 识别这个行星 那这个行星有个同外语了 那身后呢 这是一个定语从具啊 用来修饰这个行星的 行星呢 这给了个半径是吧 还是直径啊 反正给了一个大概啊 以英里这么宽啊 暗的是个并列句啊 并列句身后 这是一个在并列句里面的一个 条件状语了 如果说这个行星 一代给他指行星了 这行星 动词撞击啊 撞击地球的话 好 那么身后你看 他身后给了一个完整句啊 说他呢 可能会对 这是 他还是指这个行星啊 动作呢 是会做啊 边语呢 是受伤啊 伤害 做很多伤害 那身后状语了 对哪种伤害 对这个部分的行星 做伤害啊 但是呢 probably not cause 这是动词的 可能不会引起整个星球的这个毁灭 好 如果如A所写的话 字面来说 暗的身后 因为暗的身后是个条件 状语从具 加一个主具嘛 完整句 对吧 那所以呢 这个暗的作为连词的话 会让这个identify 跟这个 can do tremendous damage 相并列 因为完整句肯定跟完整句并列嘛 你看到连词之号预判吧 身后会有什么成分 如果身后是个完整句的话 他一定跟前面的整个的一个完整句并列 不可能跟这个定语从具并列啊 那么A呢 其实语法上来说 可以先凑合接受啊 咱们可以暂时保留一下 没关系 咱们再看B选项 B呢 说 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实态的问题 但咱们记住 一定要最后再考虑实态啊 能不看实态 尽量不看实态 因为咱们对于实态 肯定没有那么了解 所以呢 就先凑合理解 主语 动作是撞击啊 地球 那主语变成了说 part of the planet 这是主语啊 would experience 动词 宾语是一个 mout 对吧 进入这么一个 damage 但是呢 it would not cause 这个it呢 它会指代 跟前面这个it一样吧 也指前面的这个星系啊 这个行星呃 会啊 这个可能不会啊 引起整个地球方面 整个星球这个层面上的一个毁灭 好 那么如果像呃 2B选择写的话 整个他跟A来说 有最大一个成分差异 在于这个主 这个化线部分的主句嘛 说这个呃 A其实给出了你一个主语 表示说 如果他撞击地球的话 他就会带 对地球带来很大的毁灭 而C的话呢 说如果他撞击地球的话 那么地球就会经历一个毁灭 没有说谁 让地球经历毁灭 那很明显 A的这个逻辑相对比较准确一些啊 因为呃 你条件是说 如果他撞地球的话 那么如果像RB所写 你没有指出是谁 在让星球经历毁灭的话 我们会以为他撞只是一个条件嘛 你没有说是谁 在让这个地球很糟糕 那所以整个两句话 就是他撞地球和地球会经历一些毁灭之间 可能不具备什么太多的一个逻辑关系了 那这个意思肯定不够凉贯啊 所以意思是不太对的啊 这B可以先暂时干掉 再看CC上来给了个DAT 他就会知道这肯定是跟前面这个蛋的并列了 那肯定是定义从具的并列 说如果他撞地球的话 那么他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啊 这个伤害啊 动词 等于上先行词在里面充当 呃 这个这个这个星星啊 行星啊 充当这个主语呗啊 他会撞地球啊 带来很大的伤害 但是呢 他呢可能不会带来一个地球的毁灭 好 那其实他跟A的一个最大成分差一点在于 就是这个整个引起伤害 以及呃 不会引起全地球 这个级别的 这个这种破坏 他到底是跟identify 识别 相并列 还是跟这个行星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定义从具 相去并列的 那很明显应该是跟这个定义从具相并列的嘛 因为他都讲的是这个行星特点 前面说行星多差多大 后面说那行星如果撞上的话 或者什么后果对吧 那他明显撞上之后撞上地球之后 他的一个危害什么之类的 明显不能跟我发现一个行星并列吧 对不对 这意思上也不对等啊 所以啊 这个C肯定是对的 A肯定不对 再看4D 一样是个定义从具啊 跟前面对于从具并列 那这个他说他会转移地球啊 然后那么被动与害 这个被动跟主动这块是一样 因为他都是有完整的主卫兵嘛 那么后面后面他说这个 呃 行星啊 会 呃 Do part of damage 对吧 但你要注意这块都没问题 但是你看这有个but but也是个连词 but身后在4D里面添加了完整具 所以也一样跟前面的完整具相去并列转折 那他也一样只能找到identify这个主具 所以D的字面意思是说呢 呃 科学家那主具啊 科学家识别了一个行星 但是这个行星可能不会带来 呃 去地球这个层级上面的一个毁坏或破坏 很明显 这个意思呢 也不太通 对吧 那这两个选 两个具间是没有准备关系的啊 所以D肯定也不对 看无意选项 无意的话呢 带了开头啊 又是定义从具啊 那你发现这个状语没问题 但是你在呃 在定义从具里面 有主语了 有位移动词了 有宾语了 对吧 那整个你先行词在里面是当不了成分了 也不能做同位从具 因为这块的先行词明显是个行星 是一个呃 具象的一个名词嘛 所以呢 这个E肯定也是不对的啊 答案呢 应该选择这个三C选项 这个题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从具变化比较多 并且你要从A里面 包括像 这个呃 E里面去学会说 呃 如何来看这个并列对象啊 按的身后 Or But嘛 都会身后去找这个并列对象 那你看他身后加了什么 跟前面长的一样的 成分一样的东西 去相有一个并列的关系啊 好 咱们再看这个题啊 这个题呢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它的主语呢 是minivines 是一种小型卡车 那carry是动词 编语呢 是七个顾客 这块我稍微说一下 这个题里面 这个carry 它指的不是说 我正在承载七个顾客 而讲的是这个minivines 就是小的卡车 它的一个载客量问题啊 载客量问题 A说按的 哎 又是个变连词 说明跟前面 肯定是有一个 呃 并列关系的啊 说compared with most sportivity vehicles 这其实是在按的身后的状语嘛 所以等于 他等于 把前面这个主语 集成过来啊 这里面等于这个主语 minivines呢 它会cost less 有更好的竞技性啊 会允许顾客 更容易上下 并且有一个更 哎 smoother 就是更 顺滑的一个 呃 做成感觉 好 那么身后是四个并列嘛 那等于 这个按的呢 连接的是carry 跟home这四个句子 这个按的 连接的是这四个 并列对象啊 还是那个道理 按的出现几个 并没所谓 各司其职就好啊 各司其职就好 所以呢 A啊 在语法上啊 问题不大 可以先暂时得到保留 看看B选项 B呢 你会发现主语是mini vans啊 之后有个定义从具 也说他可以carry这么多passenger compare the words 可以当做一个伴随嘛 来去跟前面这个并列 因为发现 哎 这出了个day 啊 day又是个主语了啊 这身后是未动词 后面四个并列 那很明显语法就错了 这是两个主语啊 啊 有同学说 能不能拿这个mini vans 来做这个day的同外语呢 不可以啊 你没有见过拿同样一个词 来同为自己的 对吧 没有道理啊 因为同外语通常表示跟非限制性定义差不多 都表示一个解释和说明嘛 那你总不能拿这个词 就你拿小明去说明小明 那肯定是废话嘛 对不对 所以B呢 语法就错了啊 C的话 主语还是mini vans啊 动作还是能采能这个容纳其他个顾客 incompressure 我也是个状语了 先不管他 那么后面有个and啊 and身后说half a lower cost 说这个mini vans呢 肯定等于省略主语呗 他有一个lower cost 后面有个day get better 什么guess mileage 这个day是个完整句啊 跟身前是缺少一个连词嘛 所以这块整个扣句法就错了啊 C肯定不对 再看4D啊 4D的话主语是mini vans 然后这个carrying s 这个句中 或者句首句没啊 至少出现逗号加度应的时候 都应该是伴随状语啊 所以说个状语 compressure 也是状语 那后面这四个动作兵链啊 costless get allow 和have 四者兵链 表示一个主句 那他跟a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分差异点呢 就在于说 呃 a选项等于是carry 跟后面这四者并列嘛 是等于两方面的事 一个是说我的载客量 一个是我的一个成本啊 经济性啊 包括乘坐感觉啊 这些 而4D里面 他把carrying做了身后costless 呃 允许上下车更容易 做他们的一个伴随 就正于了 那两个动作等于有修饰关系了 那从逻辑来说很明显 你承载量是一个方面嘛 然后你的联合经济性如何啊 做的感觉如何啊 那其实另外一个方面 两者是两个方面的事啊 不可能具有一个相互修饰的关系 所以D呢 肯定是 余异就错了 肯定不对 五异选项 呃 主语是他 对吧 身后是定义从句 这是伴随 啊 按的身后就是完整句了 所以按的身前 你看你只有主语嘛 那身后是一个定义 一个伴随 对吧 没有一个位于动词 所以E呢 肯定也是不对的啊 所以答案呢 选择的是A选项啊 那这个题 其实主要的一个难度点 就在于 他的这个呃 私立选项 比较不好排除 你要理解伴随的这个概念啊 伴随一定是去描述 一个动作的一个特征 跟特点的两个动作 修饰关系的 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明显它不是一个动作 它其实是一个状态 一个标准啊 我能容纳 七个顾客 对吧 深道考题呢 就属于看着架子挺大 但其实难度 并不算高的考题啊 主语呢 是美国动作呢 是贯注嘛 就是啊 铸造了 那编语呢 是这么多的一个 呃 苏森币 20 dollars啊 铸造这么多一堆 这个美元 然后这是状态啊 在它什么时间铸造的 但是是联子啊 身后是 表示前后两个句话 是一个准备关系啊 主语呢 是这个这些币呢 那么它被证明啊 这个证明这个词啊 你用prove is prove 还是用prove都可以啊 有很多词呢 咱们语法上叫做中动词 这个词 它既可以主动 也可以被动啊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那这里面说 那这里面说 这被证明呢 是unpopular 其实是个主席表结构了 好 那因为状态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轻了嘛 像太像一枚分了啊 这个意思 好 呃 你要对化线部分 成分化的更仔细一些 那没化线的部分 其实还好 反正把成分 大概读读就可以啊 所用同学是调过来的 它被它对不化线的 特别化特别好 一到化线反而乱化 这个是不合适的啊 应该把成分化清楚 在尤其的化线部分上 好 所以a呢 意思可以保留嘛 觉得还行 是吧 看看b选项 b的话呢 这个主语呢 变成这些dollars了啊 这些钱啊 被铸造啊 那这是后面 其实这个宾部了 是说 被铸成一个 呃 这个硬币啊 那in美国 这是个状语了 其实这个考试里面 经常有这样的考题 就是他把这一个词 从主语 跟你换成状语 产生一个成分的差异 那这里面 只是表示一个 他铸造的一个地点了 那这个其实并不对啊 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所谓 这个动作 就是被铸造这个动作 其实并没有所谓地点之说 a的话 等于是美国铸造这些硬币吗 这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那这个在哪铸造的 你说在哪 那可能在美国本土 那可能在别的 反正我只要把硬币 能铸造好就完了嘛 如果你非问他在哪铸造 可能铸造厂里面 铸造比较合适 对不对 而2B里面的话呢 他讲的变成了说 我的美国就单纯变成了一个 这个铸造的一个发生地点了 这个其实并不合逻辑啊 因为 你没有指出 是谁在铸造这个硬币 你只表示说 我这个硬币啊 在美国铸造 这个动作就比如说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 我们讲中国加入了WTO组织 像加入这个动作 就没有地点 你说哪加入的 是在联合国加入的呀 还是在英国呀 还是在美国呀 没有地点 对不对 同样道理嘛 这个美国铸造这些币没问题 那这个币 在美国国境内被铸造 也挺奇怪 感觉着好像是说 是别人啊 非法的在美国里面 铸造了一帮这样的币一样 这肯定是意思不对嘛 所以这个 这个 这块已经错了 另外呢 他罢了身后呢 说 but 这个 这个proven popular 这里面等于是这个dollars啊 proven popular 后面倒还可以接受啊 只不过前面的这个 呃 这个状语和主语这块 那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有可能动作 其实你细想一下场景 是没有所谓的地点的啊 像什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啊 啊 像什么 这个啊 白宫 不是 巴巴马 比如说 现在是特朗普了啊 特朗普批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法案啊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这批准也没有什么地点 对吧 类似于像这样弄都一样 它是没有一个地点之说的啊 所以 这个币呢 是不对的啊 再看c c说呢 这主语啊 这些同意dollars dettlement啊 这一对啊 这是订阅啊 修饰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了啊 然后那么呢 后面是 这证明是不啊 不受欢迎的 because it 这里面注意啊 你要不要就看权啊 刚才lb有这个问题 it的话呢 是个单数的代词 要指代语境中的一个单数名词 这里面其实包括b和c 你身前都没有一个单数名词可以指 对吧 那都是一个负数嘛 warmint 对吧 这个空暗斯也都是负数 所以语法都不对啊 都是没有这个指代对象的啊 好 4D的话呢 同样道理啊 这个 呃 也一样 身后这个eat呢 是找不到一个指代对象啊 那这里面 其实我们从这个题的rb选项 需要注意的点 除掉这个指代问题之外 就是咱们说这个被动跟啊 这个这个状语跟主语的一个区别 可是里面经常会有啊 e的话呢 他把主语正来了 但是依然是这个eat呢 找不到一个指的对象 这里面这个题 其实你拿这个eat 能干掉四个选项 呃 只不过eat的藏的位置 比较深一点而已啊 那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的一个情况啊 那只要这个题 我们需要大家去积累的 就是一个关于状语和主语变化这么一种情况啊 好 呃 这道考题啊 难度其实是相当大啊 每一次呃 甚至每一个月或者每周啊 我都会讲个一两回这道考题 所以这道考题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比较难 然后又呃变化比较复杂啊 到这边有考题 但其实如果你能把他里面的这个成分 包括意思分清楚啊 这个题 其实啊 难度是哎 比较一般的 好 咱们先看a选项啊 老规矩啊 主语呢 是一个过分的依附于 一个 这个行为啊 那这个是个状语了 意思是说 如果说这个it肯定会指前面这个行为嘛 across selection 那尤其是如果呢 这个行为呢 其实是在过去呢 work well啊 过去呢 哎 执行特别好 那味道是make 使得 那让 对吧 那it这其实是个形式编语啊 他跟形式编语一样 都放在具手啊 或者是放在宾语上 那他指代身后啊 出现过这种to do啊 或者出现过的一个带从具啊 这个一个从具 那么他之所以这么放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小盗装吧 因为一般来说啊 我们可能都把宾语放在这儿 后面放宾部嘛 这些是宾部了 但是宾语这个特别长 对吧 所以他呢 就会做一个小盗装 让你先读主干 说make it likely make什么东西 likely啊 什么东西 后面就这个图读 这么一个结构啊 是让呢 你错失掉一些开始的一个trouble 或者是误解他们 他们就只是science呗 误解这些science啊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让这件事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过分依附于 之前工作做的比较好的 这罗一生意思这个啊 是说这个啊 我们过分依附于 一个之前做特别好的 一个action啊 可能会让呢 呃 我们容易去丢失掉 或错失掉一些 就是已经开始了坏的征兆 因为如果之前这个方案做总成功的话 你就总感觉这方案能行啊 哪怕出现了一些 可能要失败的征兆 你也不会介意 你也不会去特别注意嘛 好 单看a的话 其实还行啊 可以暂时的保留啊 先留着 咱们看一下b选项 因为发现b选项整个主剧就发生了变化 那主语都不一样了 所以咱们上回就在之前的题里面就说 那说这个如果你发现主剧里面 其实这个主语啊 包括主剧里面整个的剧情 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话 咱们就不用再去 呃 看别的了 因为看主剧就差不多了 其实对吧 主语是这个执行者啊 这是定义从剧啊 是修饰这帮执行者的 那不可到这为止啊 然后makes missing这个事 likely啊 这块其实已经错 是执行者直接让 啊 这动词吗 直接让这个 错失掉这个超边的可能 这肯定不对 不是执行者让这个事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b呢 肯定是语法 语义上肯定不对 语法还行 语义肯定不对 所以b就干掉了 再看c c里面主语还是他 执行者啊 那么这回呢 稍微乖了一点 那这回呢 身后是一个定义从剧 说他过分依附于 什么action 然后is likely to 是be likely to do吗 那么很有可能 会错失掉一些trouble啊 我们有这个状语 好 那么c选项跟a选项 明显在整个句型上 不太一样 那c呢 把这个过分依附于 一个方案 变成了一个 executive定语 表示的是这个 这样的executive 他呢 可能会有可能 错失了一些trouble 而a里面 它是一个原因嘛 是这个原因啊 让这件事变得可能的 所以这个事儿 其实你有需要通过逻辑 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这个 在从逻辑来说 过分依附于之前的一个行为 这个事儿 到底是能让我们错失掉 这个trouble 可能 还是说 他只是一个描述 这个执行者的一个特征的 那他跟这件事儿 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导致关系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意思的考点嘛 那这里面其实比较好理解嘛 因为这种明显是过去依附 过分依附之前的成功的案例 会让这帮人去错失trouble 他跟这个错失这些trouble 或者science of trouble 是有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的 所以这块你用定语的话 只描述名词了 跟这个动作没关了 那肯定是意思上不太恒后逻辑 我们要选择一个 在逻辑上最准的选项 而不是一个 在逻辑上也行的选项 我们要对语法宽容一些 只要他写的 不违反基本构矩法 就OK 那我们要对逻辑 更严格一些 你逻辑上要准确 如果你逻辑不准确 那肯定不对 我们很多人反的 语法特别苛刻 逻辑上意思都行 那这个是要调过来 把这个思维扭过来 我们一定稍对逻辑上 把握的 要更加的 手要更紧一点 一定要保证逻辑对 要是最合理的一个逻辑表达 所以c不对 再看4D 4D的话 这个主语 还是这件 这是一个明显动名词 你看这个选项 之前咱们讲过一个题 就是你要想给这个动名词 去添加逻辑主语的话 你需要用一个所有格 说这个过分依附于一个法律 那么这是油状语 make dumb make是一个畏动词 这里面 dumb这个编语 它指了前面这些执行者 让执行者 likely 然后to miss 这里面就很糟糕了 因为 make dumb 这个dumb肯定指人了 这是编语了 已经 那这个应该likely是编补了 然后这个to miss 就没地放了 就不知道干嘛了 那这里面如果说 稍微改一改 可能还行 就是我可能是说likely to do 但你又没有必动词 你只能认为省略to be 但认为省略to be的话 也很奇怪 等于是 让这帮人去to be likely 干嘛了吗 这肯定意思也很奇怪 所以这个 从成分来说 这个脚子来说 就挺奇怪的 所以d肯定是购句的问题 肯定不对 看无意 主意是他 这件事呢 会 有可能 去让 这是位置动词 这个be likely to 相当于是个主动词 宾语是这些人 后面其实是宾卜 去错事些trouble 好 那其实整个 从这概念来说 跟a呢 其实差不了太多 但你要注意 他这个a选项 这块是个状语 状语的字面意思 是在去描述 一个动作的 一个特征跟特点的 而在武艺里面 这个事 experially one that has a worldwide pass 这些one 其实是个同位语 他在同位前面的action 那其实这题考的是 你到底是用同位语 对还是用壮语 对 那很明显 这个过去做的很好 这个事肯定是只描述action 对吧 只是这个action的一个特点 那他跟我们会不会错失掉trouble 其实没有关系 对吧 他只是action的一个特征 跟你过分一部这action 会不会带来一些坏事 这两个动作是隔着很多层关系的 咱们直面考试只接受最直接的关系 不接受你隔好几层的关系 咱们之前也说过 对吧 所以a意思上是不对的 答案是无一选项 这个题可能 他的难点主要在于 一他文字比较乱 二的话呢 他整个的这个 逻辑关系比较复杂 三的话 他很多选项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你需要去通过成分 能把字面意思作为一个准确的判断 所以这个题是个重点题 你可以反复多听几回 这个题 这个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考题 咱们需要讲一个小的点 都是个连词 身后给了个subject to 要注意 所有伴随状语 咱们都是可以选择什么 都是可以选择省略这个being的 所以这里面 其实他等于省略 being being subject to 所以你在聚首 看到有连词或没有连词 在身后加上一个这种形式短语的 基本都是这个 伴随状语 所以意思是说 他遭受到了一个相同的一种 就是动物 野生动物的控制 那这控制其实杀了很多狼 那竹语 伴随状语 竹语跟他所修饰画竹语一样 这里面竹语是mazing ability 对吧 这个能力 那么他呢 enable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里面很明显 这个上来就不对 对吧 你不可能说 是这个能力 遭受到了同样的控制 肯定是狼受到控制 对吧 所以 与法上 意义上不对 也就干掉了 B的话 前面还是伴随 先不管他 竹语别人狼了 可以 狼可以 这个狼呢 后面撞语了 由于 他的一个amazing ability 对吧 OK 那位语动词是 have been able to 这里面很明显 主位不一致 构句就错了 主语是个单数 位语动词是个负数 对吧 所以这个B呢 也是肯定直接干掉了 没有意义 看C C的话呢 主语还是狼 没问题 这后面是个状语 由于我的一个什么能力 has been able to expect 很有能 有能力去 这是主动词 有能力去扩张 他们自己的一个range OK 这个C呢 意思是 OK 先可以保留 看D D的话 主语还是ability 所以跟这一块就不便宜了 因为不可能是这个ability 被 subject to 对吧 所以D肯定不对 E呢 跟D是一样的 所以答案呢 选择的是3C选项 好 这一道考题呢 其实它也是跟咱们之刚才可能大概前面的再往前数三道题 而四道题就很像 它也是一个考你并列对象的这么一个情况 前面是个状语啊 老办法读啊 按照选项上最合理的意思来读啊 为了去生产这个牡蜜 主语是公司嘛 公司呢 去开发了一个原型 对吧 什么原型 是这个 submersible oyster farm 这个一个水下的一个农场的原型啊 这是定语了啊 那豆豪加度硬咱们讲无数回了一定是伴随 sitting的猪语一定跟他所修饰那句话的猪一样 就是这个firm 对不对 这公司呢会sitting below一个ocean 这一看就不对了 已经奇怪了啊 说这公司直接放水底 那不憋死你啊 对不对 你天的氧气罐上班 这个也比较难受啊 咱要不是采费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a肯定就已经不对了 意思有极大的问题 b的话带回去啊 这个也是sitting below 一样是个伴随 肯定还是不行啊 也还是公司放在水底下 那也是不对的啊 再看c c呢说 哎 这终于定义从据了 说这个 呃 这个农场啊 sitting below这个水 没有问题 and的身后呢 给了一个 咱们说过 看到and之后 是个并列连词 对吧 要跟身前那个成分 或者是一个句子相并列 那你后面给了个 动名词 或者叫分词 对吧 那这里面很明显 身前是没有 也跟他能相一致的对象的 所以 呃 等于是不并列啊 肯定不对 语法有错 4D的话呢 定义从据啊 他会坐落在水底下 and provides 这里面肯定provise 跟sits并列呗 他呢又提供了一个 这个东西 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啊 所以D呢 肯定是可以保留的 无意选项啊 这个定义从据 没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接受 去描述这个farm的 还是那个道理 能不看实态 尽量不看实态啊 把意思看懂为先 and的身后 这一看 给了个完整句 对吧 咱们之前也讲过了 and的身后 如果你加完整句的话 他一定跟前面的完整句 相并列 所以 在D字面意思里面 是说 这个公司呢 开发了一个农场原型 并且这个农场就提供了一个ideal condition 那 在4D里面的话呢 等于这个提供ideal condition 是跟前面的这个农场放哪里 相并列的 那很明显 从逻辑来说 呃 提供一个环境 和农场坐落位置 这两个都属于农场特征嘛 应该并列放在一块 而不是拿他们开发的一个事 和这个农场能提供什么东西 相并列的关系啊 所以呢 答案呢 选的是私底顺项 好 呃 这道题呢 其实它从难度来说并不大 我们主要需要去用到的点 就是说 一定要去抓住 这个并列对象 怎么来看 暗的身后这个东西 跟谁并列啊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能力之一